大家好,我是龙女之声 今天介绍的这类动物比较特别 叫做吉皮动物,有点陌生对吧 看图片是不是也没那么陌生 为什么说它特别呢 拿前几期一对比 你品,你细品 这货原来没有前后左右之分 而是有点像水母那样 偏圆形,偏辐射对称的 理论上来说这货应该很原始吧 没错,它连脑子都没有 就是这么一个没脑子的玩意儿 居然被称为最高级的无几堆动物 你也会飞,凭什么你是最高级的 我体数第一,智力第一 我才是第一 为什么说这头玩意儿是最高级的呢 原因是嘴巴和肛门长反了 原原的胚胎发育时会有一个孔 内层的细胞变成肠子 这二孔就理所当然的成了嘴 但是吉皮动物这个本来长成嘴巴的孔 长成了肛门 嘴巴是后来长出来了 所以吉皮动物们又属于后口动物种门 而为什么长反了就高级呢 因为我们脊椎动物也是长反了 当然我不觉得这仅仅是切缘关系 从结果上来看呢 吉皮动物是五辐色对称的 但它以前也是这团的两侧对称 虽然跑不快看不见 但是我们不能光看结果 也得看过程 像是一件塑料做成的衣服 虽然看起来比华丽的龙袍出色的多 但是对材料学的要求却很高 想要长成吉皮动物的结构 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 用辅量的科技实现落后的功能 我们称之为赛博朋克 大家看吉皮动物底下有五个缸 看起来一点都不像 到底谁线谁厚 谁是基础 谁是特化呢 我盯着它们想三天塞液 终于想明白了 这个最好看的海白河 就是关键 顾名思义 它长得像个花 但在海底 长得像花的95%不是花 它是一个固着绿色的动物 用它的织腕 去捕捉水里的悬浮物 这个大树枝叫做腕 小枝叫做拐竹 它的嘴巴自然长在身体的正中间 而旁边这个凸起是它的肛门 这擦腿的时候不注意 用餐里就变成了如厕里了 边边上看上去 海白河是人畜无害的动物 但是同属后后动物 它还继承了和我们一样 发达的内骨骼 海白河的化石呢 看起来也是有种外星人的感觉 它们的镜 看起来也和一摞摞铜钱似的 甚至有人将它们打磨打磨 号称 上古人类造的机械 古生代的海白河 非常的繁荣 而且个头很大 现在嘛 就比较拉胯了 估计它也琢磨出来 这招不行 所以有的海白河 比如海洋池 是会移动的 不但会慢慢的走 还会抽风般的游来游去 虽然海白河不是其他动物的祖先 但是它们的身体构造 也应该是经历过 类似海白河的绿死决斗 可是有一天 它们受过了这种枯燥的生活 不行 我要吃 我要补食 但身体上已经变不回来 只能在这条尴尬的距离上 绞尽脑子的魔感 最著名的海星呢 居然是一个趴着的海白河 它的嘴在身体的正下方 而肛门则跑到了身体的背部 所以海星其实是一头渣来地上生活的 海星的右体发育呢 也透露出 它原来是一个两侧对称生物 这个右体发育的时候 有六个体枪 其中左前方的两个退化 其他的都长成一个小海星的形状 左侧变成海星嘴的一面 右侧变成海星屁股的一面 然后这个小海星会越长越大 原来的幼虫呢 就死掉了 相当于从一个幼儿身上 长出了一个完整的小好成年人 对于海星来说 这是爱因斯坦的头盖骨 这是爱因斯坦小时候的头盖骨 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但是海星不可能像爱因斯坦那样点字里 它们是一介五夫 是要杀人的 海星的移动方式非常的古怪 它们有一个叫做水管系的管道系统 里面装了体像液 可以运输营养物质和氧气 表面有很多凸起叫做皮塞 就跟鱼塞差不多 是用来吸收氧气的 体内的骨板呢 给它凸出表面 变成咯咯咯咯咯的脊 所以它们才叫脊皮动物 有的骨板就形成一个小钳子 叫做叉脊 可以用来清理自己的表皮 每个腕水管的两侧 各一排胶头力管一样的东西 叫做垒 下边连接着管竹 这个垒就像一个液压机 可以通过挤压体枪液 让管竹伸长缩短 管竹的末端带有吸盘 可以在水里拉着自己移动 听起来非常的麻烦 你看秋莹用肌肉一鼓用人就行 但它这个管竹设计的时候呢 就是个即死机器 没手没脚用舌头走路 这效率能不低吗 根据相对论 只要不是比我慢呢 速度就不是问题 它的身体覆盖一个化学感受器 不用脏腿就能闻到猎物的气管 手腕前面的还有眼点 像素连马赛克级别都没有 但是也够用了 这贝类一看到海星 就跟见到鬼似的 立马交闪天跑轴 贝类护甲那么高 为什么这么怕呢 因为海星的管竹 是液压动力 特点就是劲力大 啥玩意弄不开呀 能直接把贝壳掰开 然后从锤里翻出来一个位 还没进度 就提前化成锤了 这叫圆汤化圆石 觉得大型海星 比如向日葵海星 直径一米 手腕多达24个 移动速度一分钟一米 在其他底细动物看来 就跟博尔特似的 但是遇到螃蟹在农会面 是年来的 也得断腕求生 海星的再生能力很强 手断了可以再长回来 甚至一个单独的手 也能长成一个胡论海星 籍贯海星个头也不小 专门啃丝珊瑚 胡人还长有毒刺 但是我们后期的神秘嘉宾 专门对抗这货 丽皮刘海星 则促起了光滑 这猥琐的外形 可以跟上期的海舱子 组个顿调的组合 更肥的还有面包海星 根本看不出来哪里是腕 长成了一个五边形 苗条的也有 比如蛇海星科 其中拦止海星的色者 更是让人过目不忘 个人感觉 最漂亮的还是皇家海星 还像着金边 整个就一军工杖 海星还有个亲戚 叫做海蛇尾 它的管足不发达 手腕很发达 扭来扭去的 看起来非常的诡异 虽然它们的种类 是脊皮动物里最多的 但是胆子小 长得深 战斗力也没海星高 甚至杠门都退化掉了 所以知名度也是最低的 但它们身上也是有亮点的 比如会拥有 会打架 甚至会捕捉小鱿鱼 敢不敢比划比划 看看谁才是救日支配者 靠残不残你就完事了 最诡异的是 筐蛇尾 脊皮动物里的 嵌手观音 精神污染 但是完全打开以后 还有那么一点珊瑚的感觉 惨而扭曲的动物 让人感到害怕 而圆滚滚的海胆 看起来就可爱多了 其他动物还都分叉 这个球是怎么团出来的呢 我们把刺儿给它剔了 就明白了 原来测祸结构 是一个下上卷起来的海星 而管足则常在坚持缝隙里 防御力虽然丧起了 但是最快速度降到了一天一米 这也不是问题 我只需要吃不会动的就行了 它的身体下方 有一个复杂的咀嚼器 绰号以亚里斯托德提灯 哭叉哭叉的啃海带 非常的方便 泛滥成台后 就跟海量版的毛毛虫似的 当然海塔和自然 都能自助它们 在繁殖期 它这个黄 也就是生殖像 会膨大的很厉害 口感非常的好 那叫一个 还没吃呢还没吃呢 海胆并不都是圆的 比如沙钱 就跟一根硬币似的 是扁的 所以也可以叫它 沙臂 头怕海胆呢 尼根就不是圆的 实际上这刺就跟铅笔似的 又粗又长 最有志气的是 新型海胆 骨骼退化的很严重 还以为是个猕猴桃 甚至肛门都跑到了身体的后面 身体呢 变成了一个心形 这是要重新变成 方便帕行的两侧对称啊 而脊皮动物 目前最年轻的海生肛 经历了不知道 多少年的磨难 终于恢复到了 原本类似蠕虫的外观 令其他脊皮动物羡慕不已 你可能不了解 海参是怎么整容的 我们来看看其中最肥的 苹果海参 原来海参的结构 就是一个拉长 在躺下的海胆 本来呢 它们具有无猎管租 但是躺在地上 就不需要这么多了 所以背部和侧面的管租 也都退化掉了 口腹间的管租 可不能浪费 可以用来往嘴里喂东西 这变成两侧对称 实在方便了不少 体型也蹭蹭的上去了 像这种异常肥瘦的梅花海参 居然能长达一米 这么大的体型 也免不了被人力刺成 少见的兵威物种 退化掉管租的舌海参 更是长到了三米长 变成了一条大蚯蚓 它吃的是土 拉的还是土 它的杠门不但可以拉死 它连接着呼吸器官 呼吸术 还可以用来喘气 所以鼻子里排出来的物体 叫做鼻子 是有科学根据的 呼吸术的根部呢 有聚尔维斯器 遇到敌人的时候 就可以拉出来 对敌人造成减数效果 如果敌人直接接攻 甚至会把肠子灰树 全拉出来 呼对方一脸 你要的全拿走 我们两步相牵 海参的钢门如此安全 让某些动物动了歪点子 就像这个野鱼啊 就躲在海参宽大如软的钢门里 甚至还会藏两口内脏 打打牙剂 良心打打的坏了 有的海参呢 甚至还会长出来 类似牙齿的防御武器 但是好像没什么卵用 和笨重的前海亲戚比起来 深海的海参就显得漂亮多了 比如这种绰号海猪的海参 就和猪一样 勤勤恳恳地捡垃圾吃 因为彻底退化掉了骨骼 有的深海海参 甚至能奋力让自己脱离海参 就要起飞了 这种进行地头的海参 更是呵呵护如水抹浴风 成为了唯一终身悬浮的脊皮动物 雅化刀这个境界 是不是到了脊皮动物的极限呢 还没有 有的海参 又把自己埋到了土里 重新变成了 类似海外河那样的绿丝动物 这不然海参在第四层 而你在第五层 说不定有一天 这一类海参玩你了 又把自己翻个个儿 又变成海星 也不是不可能的 脊皮动物这种随心所欲的演化方式 让它们从前拥有20多个缸 虽然现在死的只剩5个了 兔子极了能咬人 演化极了更雷人 在自然选择面前 地球生命迸发的魅力 更是远大于脊皮动物 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奇妙太多了 这次龙女动物学 第一次涉及到后口动物 前前后后 更是干掉了我大量的生命值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三连 为此刻大树 浇水吃肥 下期龙女动物学 将给大家带来 属性和极皮动物类似 但是内部结构 完全不同的 全新物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